好啦,那妳也開始吧 我先按中間就已經叫我警察了 中間有個通電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等一下,他已經到了 還沒到,還沒到 他下面要做一個LAD 有嗎? 你看他站喔 對啊 那就到了 好,信號我也都弄好了 那我沒有再送上去嗎? 不用 不太高 我先放我這喔 嗯 等一下,我們要往左邊又走一小小段路 再做一個 用滑的嗎? 沒辦法,停的用走的 用滑的 等到我們滑座那個地方 那裡啊 先走 先走 先走也 先走 他們是要往上做的啦 沒有啊 沒有 因為上面 上面那一段我們是完全沒滑過 可以啊,但是上面我們沒有做過 我們我們先滑熟悉耳線才會去滑上面 左邊 右腿 左邊 咠喉喉喉 那我要應該這樣 我也有點想 可以鑂刀嗎? 我們趕快 torque 妳先送這邊 你先一個邊 啊,妳們先去吧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 q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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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 來來來我看一下 我瞄一眼 你這進來也往下掃 算了 有啊地圖拿出來我可以跟你講 現在在中間站這裡 然後等一下我們要去做4號軟車 從這裡下來先熱身一次 然後下來的時候可以直接接左邊這裡 然後這裡有一個帽子之塔 可以先去那裡拍照 對啊 然後這個是很初學者的路線 然後你剛剛講的繼續做是 繼續做會坐到這裡 因為到這裡我們沒滑過 然後這邊下來理論上是一條紅的 然後一開始熱身覺得走這也不太好 但是我們今天下午或明天上午 就來滑這一條 那明天說會下雨 那比較上面的話 理論上會變成雪 所以明天的下午還想滑的話 我們可能會集中在很上面這邊 但是我們今天狀況非常非常好的話 可以挑戰從山頂滑 然後山頂滑這裡有一個很大 比較陡一點的雪墨 然後從這裡一路滑到這裡 五公里 對 然後今天我 看我們滑的順暢度 搞不好下午就從這裡上來滑下去 然後你看很多人都坐上面 因為下面的比較很緩 也許我們滑起來覺得都很緩 對啊 就會覺得不夠過 就昨天 跟遊覽車上看也是都沒有人在那 對啊 裡面都汗 我的兩個手臂好像濕透 濕透 濕透? 太濕了 很熱啊 要不要拖一邊下來 不用啊 拆口袋就好了 我沒有 拖很麻煩 一 二的話就是 我滑雪其實不大出力 不大會流汗 哦 欸是不是熱身感覺 很輕鬆的那種路線 那不算啊 我們要動腳 把筋拉開肌肉放鬆才算熱身 好 偷看一下 第一次買到 這算是高檔一些的 看得到欸 那什麼? Live啊 滿意 我每次買GoPro都買廉價吧 你看 不能用就好了 好熱喔 快速出發出發 哈哈哈哈 等一下要走個小段路欸 我會熱死 那我會放縣長開一點嗎? 那我會太熱死 我怕也很熱 哦 哇!嗚! 那是小朋友玩的嗎? 哪裡? 網上,有沒有網上 沒有吧,他不可能設一個 設一個Kids Park在中間 應該要設在下面 那是一切都是我們的 這邊也有的 位置,在開設中 你在開設中 在開設中 這裡是一件... 那是一件... 那是一件... 是一件... 那是一件... 這裡是... 怎麼會呢? 那是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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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去一點 從這裡還嚕得過去 在這裡 要再過去一點 一段路 來,先過來看一下 我們要去那條纜車 這是第一條 後面是第二條 所以這裡的鞋面我們要盡量利用 第二個纜車站 這是第一個 要第二個 怎麼第一個還是第二個 剛剛坐的算第幾個 你說什麼 坐的第二個 這個是坐的第一個 四個人 然後後面有一個坐的第二個 然後我們坐纜車到上面之後 再開始 做熱身的動作 你看,你們上板怎麼做 我現在回看 對對對 所以我們上去再熱身 然後你剛好上板 好熱喔 對阿 我現在是拉起來還是沒有拉 那要幫我開了嗎 幫我開 喔 太熱了 我不會覺得太熱了 現在打開 時間是 9點11分 我眼鏡裡都是霧 這裡有排隊嗎 沒有 什麼 什麼 你有辦法的話就直接溜到第二個嗎 你有辦法的話就直接溜到第二個嗎 這個 不是最遠的 這個 不是最遠的 這個而已喔 這個的下一個 四人 四人做的 做的纜車 這裡是第一個 後面是第二個 我要去第二個 現在木頭的那裡 木頭的 木頭的 木頭的旁邊 木頭的旁邊 其實只能用走的耶 那你上了你要怎麼過來啊 走那邊 那就要再走回去啊 也可以啊 那就要再走回去啊 那就要再走回去啊 也可以啊 那就利用這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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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往右走 那邊逆向啊 還是得往右走啊 那個地方 那邊也是 好累喔 那沒滑不是更累嗎 他說上板 但是其實他應該走過來才對 因為他不可能滑過來啊 這是新蓋的啦 以前根本沒擋在這裡 怎麼辦 怎麼辦 應該叫他拖板下來才對 那你跟他拖板 但是 我不知道他現在聽得到聽不到 你先繼續走吧 那沒滑 你如果聽得到的話 他用拖板 雖然用走的 因為這邊太遠了 你應該滑不過來 那邊很後面 喔 順便測試啊 看他聽得到聽不到 他搖過來耶 對啊 四個人一起坐 這個湖也還在 完全沒有結凍 這是兩人坐 還是四人坐 四人坐 到 到了 反正他上板車也是要拖 所以就拖了 他不是要拖一腳而已嗎 不知道耶 好像要掛得上 好像是喔 不知道 好熱喔 你要掛得上對不對 一隻腳還好吧 而且只是掛著 好熱喔 我們進去卡左右嗎 他有短板 短短的 剛剛告示上有寫 短的不能滑這個上面 好熱 嗯很熱 太熱 錯了 我應該看天氣 好熱 好熱 夠 對啊 好棒棒 好棒棒 你看 這個懶車啊 比平常的懶車快 所以比較涼快一點 我們那時候一來啊 第一個就坐這一個懶車 然後我就覺得 喔這個懶車快 很棒耶 我覺得冷了 冷了 我冷了 我冷了 啊因為我 我下面開著的 你知道嗎 那你幫我打開 你幫我打開 好 等我一下就好 為什麼你的有穿舒服 你不用看 怎麼 我那個主要是 聲音的問題 不是 不是 不是為了保暖 太半 一半就好了 沒有量 太冷 沒有怕太冷 我還是有拉耶 你往上撐 我才有辦法拉 你跑住了嗎 好了一半 剛好 好嗎 今天病荒馬亂 還好啦 可是現在又沒有太陽了耶 那我們不要滑下半路 我們這個 這條綠線熱身完以後 直接 看狀況 然後再決定要滑第二次綠線 還是第三次可以滑那條紅線 那個藍車 這條紅線 然後要是紅線覺得也還好的話 滑第二次 接著 可以坐那個相信纜車上去看看 嗯 相信纜車上面的話 是一條 黑的 沒有辦法 誰叫你去滑黑的 都走左邊 左邊都紅的 就是這一條的 我們藍車終點的上半部 有一小段是紅的 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綠的 難度也不是很高 然後接下來就是看運氣 就是要是我們 真的有辦法滑到上面的話 我們可以試吃上面的餐廳 不然的話就是中間的 冷了吧 有一點的 那你的腋下咧 沒關係 好 我是正義全手起來 剛剛講話你有沒有聽到 你沒有聽 剛剛剛剛有廣播的 有喔 你有聽到嗎 有喔我在你後面而已 不是我說Junior 你是聽到我講話的聲音吧 我沒有戴耳機 我能聽得到 沒有你沒戴耳機 你現在手機把音量調最大 他那不想拿手機 我會說你只要放著而已 不過那是緊急UV用的 你都不聽了喔 沒有 沒有啊 我們只會他也叽叽掛掛的 哈哈哈哈 什麼 你一直打我 你一直唱的我也聽不出來聲 耶 你的手 是嗎 他因為他很背離 那個啊 那個啊 麻繫團那個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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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只會再一次啊 你到底還記得嗎 我真的還記得 哈哈哈哈 因為這樣都很即可吃 嗯 這中間的聯絡道 是 是 是這邊下來 要去 回雪之廣場 也可以滑這個 中間會接 正中間的 黃蟹一點點 我真的都不會記的 我要滑很多次才會記的 哈哈哈哈 我沒有辦法 看一看什麼就記 我事前就要看一次地圖啊 事後會看一次 為什麼會這樣啊 他的系統模式是怎樣啊 而且我回去都會對一下GPS 緩緩的上升 好了 好啦我們熱身吧 做運動 你要脫下來了嗎 我們會伸展啊 你鞋子穿好了嗎 你先穿啊 你先穿啊 我的內腳筋 緊緊的 緊緊的 我的鏡頭上有黏血嗎 沒有 你的也沒有 好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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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怎麼今天覺得比較深一點點啊 先去對面好了 可以啦 可以啦可以啦 今年的雪比較不多 所以這裡好凹喔 斜切斜切 好嗎 好呢 好呢 中心不? 誰啊?誰啊?誰啊? 隨便啊,一直滑下去回到這個站啊 左邊啊,我覺得一開始覺得有點生疏耶 這一邊我們滑兩次吧 這裡怎麼那麼那個啊? 你小心一點,我離你遠一點 是呀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你可以直下一點點了嗎? 比較緩的地方,你就可以不用擺那麼那個了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你在等我嗎? 走啊 走啊 這趟你要再滑一次嗎? 可以別的啊 那這趟再滑一次嗎? 對,一樣的懶車 製作詞 《看口中》 《看口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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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